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7号 张医师线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 2024年最新版本 癌肿瘤 老师 我们今天是讲癌肿瘤 那请老师先回答 癌肿瘤的两个案例 老师 我们现在就开始好吗 好 可以 好 今天有一个是广西 紫莲花园时点 宁东他有一个乳癌的咨询 他说 敬爱的张医师您好 这个视频是我现在的操作流程 不知道这样做可不可以 昨天用这种方法 乳房就突然跳出 49克的肿块来 然后今天又跳出一块 稍微小一点 老师可以看一下他这个肿块 按推完居然就掉出这两大块出来 然后我们接下来 他说 这个患者是8月30号开始做的 那他一般他就是早上先帮他轻按全身一次 每次30分钟左右 之后他就全身大温敷 还有乳房暖风吹 下午就按乳房及抹姜泥一次 每次30分钟左右 之后全身大温敷 及乳房暖风吹 由于是重症 所以他内热源方面是两两的密乳姜片 还有一两的红生熬汤 来的时候呢 体力比较差 嘴唇也偏白 现在改善的较好 乳房已经变软 也变小一些 嘴唇也变了红润 体力也在增强中 一次能爬20层楼左右 想请问老师 等一下我会放影片 老师看一下 就是说他在操作上 有哪些是要改善的 那另外他也要请问老师两个问题 就是他在操作的时候 他那个锁骨下 他有感觉到有一个硬块 那他用手肘跟这个斗撞骨按推呢 按不进去 是不是可以用手指插进去按 另外呢 为什么患处他们连续不断用吹风机 一直吹 但是就总是吹不干 是什么原因呢 那老师我们先放这个影片 老师先看一下 他的操作过程 我们可以介绍 现在 哦 这通 烧得了吗 可以 这个地方拿去 这样 通吗 是 好 好 这样 嗯 通吗 通吗 hurting吗 转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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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移 转移 温可 这样吗 嗯 痛 痛 痛 受得了嗎 嗯 快點 哦 受不了 沒那麼多血 對 今天沒那麼多血 哦 痛 哦 痛 無人能力受到嗎 嗯 哎呀 哎呀 啊 啊 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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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痛啊 这个呢? 哦,也痛 哦,真的没那么痛啊 没那么痛啊 哎呦,好 这个呢? 嗯,可以,这是 可以了,不用怕 手用弹,太高了 啊,痛啊 这个痛啊,痛啊 哦,这里痛啊 哦,啊,你不要痛 啊,是弹啊,没痛 也在弹痛 啊,这里痛啊 啊,这里痛啊 这个,手骨,手骨 哎呦,你看 我長在這手高痛 痛 這臉還痛嗎? 這臉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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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點 有一點痛 這臉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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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我们这个影片先放到这里 我们回到PPT刚刚他请教老师的问题 第一个他说老师他刚刚这样操作的方式 有没有哪些要改善的 先请问老师 他刚刚这个患者 我们先来评估一下 这个是乳癌肿瘤已经破掉了 然后破掉的肿块还蛮大的 组织受损也蛮严重 那一看这个就是重症 所以他一开始就有讲内热源 他有姜片还有生片熬 那这个是对的啦 补充内热源 还有配合运动 也是因为锻炼体力 因为像处理这样的患者 如果没有保持体力或补充热源 那只有处理症状 有时候患者会越来越虚 所以你一定要以热源为主啦 那这样的按推 我认为因为他都很痛 所以操作时间喔 尤其他又用手肘 手肘的力道还蛮大的 就是操作比较方便 这个是我允许的啦 只要你能够按得到 不管用手肘 或是用手腕的痘状骨 或是用指节 我们前头法那个指节顶进去 这些方法都是被允许的 那以患者能承受为主 但如果他很痛 那时间你就要控制 也就是因为痛会消耗热能 那我一般的建议是 最好不要超过操作 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啦 就是每一次的操作 就是考虑患者 这样要长时间 可以比如说一天可以分两次 那不要一次就是 做了一个多小时 甚至两个人同时按 我是不建议啦 一般像这样重症患者 如果要早还是一个早 然后去一边早一边按 然后再一边评估 那他按完会有肿块跑出来 就是多余的肉跑出来 这临床上比较少见啦 但是重跑出来 我认为也都是算好啦 因为不管是阻止液流出来 或血液流出来 甚至到他说的肿块跑出来 那这些都会让我们原来的肿瘤 变得比较小 这样算是一个好现象 那他操作手骨有一个硬块 那一般有一个硬块 周围一定有痛点 所以我看他在按推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找到痛点 那至于他说 那个手肘还有痘状骨按不进去 可不可以用手指插进去 手指指的就是指头啦 我们有分指腹跟指头 那指头插进去 那个力道比较大 指腹软绵绵的 你平平的推 不容易按进去 所以用指头力道会比较大 是被允许的 这样的处理也是可以的 那他说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吹风机吹怎么吹不干 其实当你有体伤还有肿瘤 身体不断在修复的时候 那个阻止液啊 几乎是24小时都在进行 所以随时都有可能流出来 那也就是那个阻止液 随时都在体内 甚至也有血液 你隔一段时间就有阻止液 那个是很正常的 那阻止液为什么要吹干 第一个 其实吹不干也没关系 但是在吹的过程中 那个电热吹风机 尤其它伤口蛮大 可以吹到深处 尤其有一些肿瘤破裂 然后它洞口很深 这时候也是应该要用吹风机 那这样才能吹到深层 那让热源进去 那热源进去 那个里面体内的组织器官运作就会更顺畅 那顺畅的过程中 它还是会有阻止液跟血液 一段时间都会 还是会流出来 那这个不用太在意 但一般当你按推到一段时间 也就是体伤慢慢减轻 患者比较不痛的时候 那个阻止液跟血液 会变少 会渐渐的变少 然后体伤如果好了 那个阻止液 血液甚至就会慢慢干掉 然后这些过程中除了 因为它是重症嘛 所以我们不只要靠手法 最重要尤其像这种伤口比较大 一定要用电热吹风机 这样来吹干 表示按推跟热源同时并进 那这样一段时间 一般像这样正常都要几个月 阻止液跟血液才会慢慢缓和下来 起码都要一两个月以上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大致了解要修复这个体伤 修复的过程中都会有血液跟组织液 有时候在处理的过程中 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也都是蛮常见的 这个也不用特别奇怪 但是它这个过程中就是提醒我们 那个体伤还是有痛点 如果没有痛点应该组织液跟血液 不会流那么多 而且还有一个 你找出痛点按的时候 当它组织液跟血液流出来的时候 那个痛点会减轻 就不会那么痛 它会立刻改善 所以表示它那个组织液跟血液 如果积在体内 那个体伤会加重 这个就可以观察出来 如果你再没有处理 不止体伤加重 甚至连那个果 也就是肿瘤 还会因为拖延太久 让肿瘤长得更大 那以后要处理就更难 所以还是对于肿瘤这样 还是要有耐心 然后了解这个过程 跟患者讲清楚 那患者也比较会有信心 要不然他看每天都有进步 但是为什么肿瘤也消了 体力也变好 脸色也比较红润 为什么组织液还一直流 也许他心里还是会有疙瘩 那这个把它讲清楚 他听懂了应该就会比较好 好 对于这些操作 我认为操作方面 大致没有问题 我唯一的建议就是 最好不要两个人同时进行 然后这样的重症患者 操作时间一定要控制 因为伤口还蛮大的 流出的血液跟阻止液 我相信蛮多的 那这些都会造成 他体力的负荷 所以建议时间一定要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 好 我今天的对于回答就回答到这里 好 谢谢老师 今天的答疑就是您东的这个问题 那老师另外我们有一个 上次给您报告 我们这边有一个肺腺癌 他这个肺腺癌四期了 末期 那他来的时候就是刚好我们去年老师教姜芬妮按推 所以他按推了以后 他的疼痛都解除 然后之后他很配合 昨天呢他自己主动说他要录一段分享 他觉得他自己是完全康复了 所以他很开心 老师我先播放这一段他的分享 好 2021年发现说我 我的右下肺的地方有些白点 现在他们就证实说是肺腺癌 骗医生这么讲 又慌了 说开刀就开刀 我就开了 开了回来也还好 后来又觉得好像身体有点怪怪的 我的癌症指数就一直飙 飙从那时候台湾回来17.4 慢慢变成33又69 130几 在原始点 也就是刚好那时候我最高的时候 我从2023年的7月1号开始来 刚开始的时候 我跟原始点的志工也不是很熟 每次来就是按了回去 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该做的部分有没有到位 他们说暖暖贴 我也买了也贴了 可是我那个时候 也不知道该贴哪里该贴多少 说要吃姜粉泥 吃姜粉泥 我也是回去意思意思吃的 然后说要保暖 然后每次穿来的时候 他们志工说 你裤子要长一点 袜子要厚一点 我好像觉得 有这么多区别吗 有点怀疑 后来 我的状况好像没什么改进 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很沮丧 然后忽然间看到陈经理 我就大哭了 陈经理就安慰我 你就放心 然后好好的配合 一定会好的 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哇 那我就当做我的教科师 每天睡觉 我的床垫一定要有个热垫 弄41到43度 然后还盖毯子 然后带毛线帽睡觉 然后出汗出很多 我就说我有点害怕 但是里面的一位很nice的志工跟我说 薛芳姐不怕 他以前每天要换六件T恤 所以我就不担心了 所以我就慢慢的知道他们所谓的保暖 内能外能的意义了 我进入状况了 我慢慢的改善 以前啊 我不能睡觉 吃饭也就是说该吃 为吃饭而吃也没有很享受 然后上厕所居然还上不出来 后来我去抽血了 我从139.9最高 慢慢降到33.8 12.4 我太开心了 现在我的精神很好 我是个深深体会到 自己的该做的部分要配合 为什么这么相信原始点 因为我有本身有西医的背景 然后原始点所推暗的部分 都是神经走出来的地方 都是出来管身体的五脏四肢 所以都管到 然后原始点的暗推 就是要把这些弄通 然后痛的地方把它解掉 我不怕痛 越痛我就觉得事后就会好 所以很多人一怕痛 就不接受治疗 我觉得太可惜了 因为你痛的地方一定就是不通 所以把它按推 用松了以后就会弄出来 所以就觉得这个是很有原理的 一定有帮助的 我书以前有那个纸本的 我都有看 然后每次这个张医师出来的新手法 我们也都看了 就觉得他用这个真正的病人的感受 反应来改进他的方法 像西医大部分都是走了以后 病人都没有办法讲话了 没有办法证实 我也要补充一下 他们要我做运动 提缸 吸气 肚子放大 一样 闭气三秒钟 慢慢吐气 这个时候是收腹 不提缸 这样也是重复两次 每天做完了以后 就哈哈笑 保持心情 不受外在影响 这就是我这几个月来的心理路程 我跟大家分享 健康是自己的 要自己要做 不是只是听 靠别人给你做 没用 你自己要付出你的 自己的努力才有代价 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老师 因为他是士奇 其实他之前来 刚刚有一个影片 他坐在那边听课 其实他是病奄奄的 而且他以前疼痛都要靠止痛药 因为他是护理长 他是完全西医的背景的 他能够这样深信 然后从这样子末期 他来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把遗书都写好了 因为他自己是护理长 所以他很清楚自己 这样的程度应该会活多久 所以他能够好起来 他昨天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他就录这一小段 跟大家分享 我想老师今天要讲癌肿瘤 所以刚好把这个影片也放一下 好 请老师点评一下 好 这个 我看他比较重视的 就是第一个 他懂最后接受了热源 温敷这些概念 然后再来他也能接受按推 他自己讲的 那个按到痛的 也就是我们找出来的压痛点 那个压痛点 确实是改善体伤的最直接方法 那他引用中医讲的 那个痛就是要疏通 通则不痛 那按到最后确实体伤 压痛点没有了 那确实他整个循环就会变好 这是可以确定的 好 那整个我看他又配合运动 完全照着几乎看不出他是西医背景 如果他没有说 我看所有的就照我们原始点的方法这样做 所以他最后也靠自己 这样还有很多志工的帮忙 这样慢慢走出来 我觉得蛮精彩的 因为确实肺癌到第四期 一般存活力确实是不高 所以他也知道 可能来这里应该是最后的希望 所以我看他应该是全力以赴 他做得很好 所有人也这样能够起发挥作用 教他怎么做 他也能配合 这个案例还不错 真的 好 谢谢老师 我们这些志工们帮他推姜粉泥 就是每次来 这些大家都轮流帮他推过 因为他那时候体力不行 也没有办法帮他按推很久的时间 就是从老师刚好指点大家推姜泥 然后老师可以看他这几个志工 有去香港学的回来 就开始帮他推姜泥 对 所以他刚刚有讲老师最新的东西 他们都有看 然后其实那时候他们就是从老师教 摸索开始练习 一直到现在很成熟 所以他其实也是我们的白老鼠 因为我们也是拿他来做事业 然后真的能够做到这样子 按推到他都不疼痛 也真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他这个例子也是很鼓舞士气 我们志工都很高兴 看到他这样都跟他一起拍了一个照片 然后他旁边的就是他先生 他先生也后来也来学了 对 然后我们帮他按 晚上推姜泥 就他先生帮忙推 哦 这样很好 所以好的很快 好 那老师我们今天的这个答疑 跟这个实作分享的部分到这里 我们就接着开始讲癌肿瘤好吗 好 好 三 癌肿瘤 每个人都有癌细胞 这已是公认的常识 癌细胞 既然本有未被检查出 又有何喜 既然本有被检查出了 又有何聚 既然本有为何还要检查 如果说癌细胞是要命的 又是本来具有 那么我们是如何活过来的 可见生死与癌细胞的有无无关 好 我们来看这一段 大家都对癌 癌肿瘤其实都是害怕的 那癌肿瘤的形成都是由癌细胞分裂而成的 所以大家都很想健康 不要得癌肿瘤最好就是检查 那检查 但问题就来了 癌细胞大家都知道 它本来就是与生俱来的 身体都一定有的 那既然有了 你干嘛要去检查 所以这个就有一点颠倒了 那如果好 既然本有了 检查出来你干嘛要害怕 因为本来就有了 检查没有你也不用高兴 因为他既然本有 这一次检查没有 也许下一次就有 总而言之 既然本有 其实是不需要检查 那我们害怕什么 害怕是不是得癌细胞 会不会让我们的生命缩短 甚至死亡呢 这个我们已经自己都证实了 很多人都有癌细胞 但是不知不觉 一活像我也没有去检查 一活就已经六十几年了 可见跟癌细胞也没什么关系 它也不会影响我的生命 所以这里已经可以证实 癌细胞跟生死是无关的 那大家可能就想进一步了解 那癌细胞会形成肿瘤啊 我们去检查是要检查肿瘤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下面这一段 那么是不是癌细胞聚集生成癌肿瘤之后 就会威胁到生命 如果会 为何有人罹患癌肿瘤却毫无症状 且体力也跟常人无异 如此这般 岂会危及生命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的有无无关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长得不够大 那为何有人癌肿瘤都长到二三十公分大了 却仍然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要长到多大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大小无关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尚未转移 那为何有人体检时 癌肿瘤已转移多处 却仍然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转移出去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 转移与否无关 如果不死是因癌肿瘤不够高 那为何有人体检时 癌肿瘤已上万 却仍然活着 而且也没有证据说 指数要多高就必然会死 可见生死与癌肿瘤高低无关 综上所述 显然症状与生死跟癌肿瘤的 有无大小 转移与否 及癌肿瘤的高低无关 好 那这一段其实就是进一步 大家担心的就是 好 那癌细胞聚集生成肿瘤之后 是不是会威胁生命 一般人都认为会嘛 所以才要检查 但是如果会 为什么有人得癌肿瘤 他没有症状啊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说癌症癌症 癌肿瘤还有症状 所以才叫癌症 但很多癌肿瘤 根本就是没有症状 所以不能用癌症来称呼 所以我们这里 本书一直写 如果有人罹患癌肿瘤 癌肿瘤就是单独的 也就是西医讲的 肿瘤它很危险的 那可能会威胁生命的 甚至癌肿瘤会让人家痛死的 就是很多患者都会 有这样害怕的概念 那我们第一个就提出来 那为什么有人罹患癌肿瘤 却毫无症状 这个从很多案例都可以看得出来 甚至有些人体检 癌肿瘤已经都第四期了 转移出去了 他根本也不知道 如果没有检查 他活得跟一般正常人一样 而且体力也是 可以足以应付工作的 这个都没问题 这样一个正常人 你说他会死吗 难道我们是看癌肿瘤 这些来断定一个人的生命吗 当然不是啊 像这样活得体力也好 跟常人也一样 这个根本就看不出会危及生命 如果这样会危及生命 那我看大部分都是吓死的 所以我们的医学 常常把癌肿瘤夸大了 让人家害怕 但是你如果冷静思考 得癌肿瘤竟然也没有症状 也跟常人无异 那他怎么会威胁生命 所以从这里已经可以 我们用我们的智慧 就可以判断出癌肿瘤跟生死 根本是没有关系的 好 这是我们第一个提出来 也就是癌肿瘤本身 它不会产生症状 这个也要跟症状区隔 要不然常常很多人因为疼痛 结果譬如说腹部疼痛 去检查出癌肿瘤 譬如胃癌也好 或是胰胀癌也好 那他们一直以为 就是癌害我肚子痛 但症状跟癌肿瘤是无关的 所以这些都一定要先釐清 那这样患者很清楚之后 他对癌肿瘤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关联 但我们的医学就是 一直强调这个癌肿瘤 好 那我们第一个 这一段就是点出 癌肿瘤它也不会产生症状 跟常人也没有一样 就是从身体伸出来 其实你如果没有检查 你根本不知道你已经得癌肿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既然也没有症状 身体也很好 这样怎么会危及生命 所以我们这里第一段就点出 癌肿瘤跟生死无关 那当然这样简短的结论 一般人是不信的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 一般人会提出来就是肿瘤的大小 好 那他说如果不死 虽然他有癌肿瘤 当然这个肿瘤长太小 可能太小 所以威胁不倒生命 那如果是我们在临床上 也看到很多人 癌肿瘤很大 甚至十几公分 像我们刚刚那个影片 那个乳癌 那个肿瘤大不大 也蛮大的 而且爆裂 我看十几公分以上都有 他长那么大 他来治疗也没有死 然后叫他去爬楼也可以爬楼 然后推完他也比较松了 然后脸色也比较好了 看不出可以 这样肿瘤大就会死 而且西医也没有证据 说好 那肿瘤如果大 因为大而死 那要多大才会死 你应该有一个科学的数据出来 他们也没有 只是这样说大很危险 要怎么样割 要怎么样 那既然你没有证据 那就不应该用太大 然后一定要手术 才能够挽回生命 因为他跟生死就无关 所以大小也不是问题 因为如果大会死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 因为太大而死 大部分都是会死 都是没有体力 好 所以这个大小 应该不是问题 那既然不是问题 西医又有一种说法 那肿瘤看起来没有很大 但是它已经转移 转移就已经第四期 那这个可就会死人 但问题来了 西医这些说法 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 很多人他是无意中检查出来 一检查出来 癌肿瘤已经转移到各个地方 检查出来就第四期 像我在台湾也是 我们只要六十几岁之后 常常政府对我们是关心的 那因为关心都会寄一些宣传 就是免费健康检查 什么大肠癌检查 什么癌检查 鼓励人家检查 但是有些人 就像我这样活得好好 他就去检查 结果一检查出来 西医说 你已经转移了 他都不相信 但是不相信也没有用 西医把这些证据都拿给他看 他只好认了 认了怎么样 恐慌 害怕 然后西医又跟他讲 你已经转移了 已经第四期了 这样的人我也看过很多 他们就会写遗嘱 哎呀 我已经都第四期 西医也说尽力而为 如此告诉患者 一般患者 大部分心情都很沉重 像我们刚刚放的影片 美国那个也是第四期 他本身也是护理师 他也清楚第四期 是什么意思 那在他们里面 应该是很难活的 但是你看他现在 我们也没有给他什么 就是叫他运动 然后痛的地方 把它舒缓开来 按推开来 然后补充乐源 他坚持做 哎 他自己好了 所以好与不好 是靠自己的 而不是西医来说 这个有多危险 转移出去就会死 如果是转移出去就会死 你看刚刚那个患者 也不死 最后还活起来 还活得跟正常人一样 那所以转移 应该没有那么 像西医的看法那么严重 只是说 他的部位多了 那你体伤部位 可能很多处都有体伤 一定要按开 一定要加强热源 他只是提醒我们这样 而不是说来判定患者 这个转移 已经很多处了 就会死 如果是 那西医也没有证据 西医哪有证据说 那转移范围多大 就一定会死 不过西医常常会讲 哎呀 你这个转移出去 如果不接受化疗 你可能几个月内就会死 他们倒是会这样 威胁病人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 这里就先不提 所以从转移与否 我们看到这些事实 事实上是 跟生死是无关的 这个每次讲到癌肿瘤 我都会想到 那个西雅图的一个患者 美国西雅图 那个七八十岁 那个老太婆 那活得很年轻啊 很健康啊 常常跳舞啊 运动啊 然后他说他29岁的时候 就子宫癌 就子宫癌 西医判定他只能活半年 他当老师的 他就开始到处游玩 最后也没死 然后一转眼间 你看人生已经过了大半 已经七八十岁了 那如果当时候他听见西医的话 那很多人就没有勇气继续活了 很多人反而是吓死了 所以可见转移 如果会死 那这一个人怎么可以 29岁就被判死刑 而活到七八十岁 这个就完全不合逻辑嘛 所以可见转移 与否跟生死是无关的 好 那另外一项就是癌子素 癌子素西医也是 常常用来叫患者 一定要就是要化疗啦 或是怎么样的治疗 用来让患者觉得 他病情已经很严重 但我在临床上看到 有时候用原始点之后 他癌子素反而飙高 但体力变好 那这个情形在原始点里面 是好转 可见体力变好怎么会死人呢 我们怕癌不是怕死吗 但是体力好 没有人因为体力好而死的啦 我从来没有看过 只有人虚了 然后被吓到四肢无力了 然后生无可念了 然后万念聚会 才会慢慢的走向死亡 一般体力好的怎么可能死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我看有些人 体力越来越好 指数越来越高 可见那个指数本身就有问题 那如果说指数高是一个恶化 那也不对啊 他体力怎么会变好 然后活得又更久 很多案例是这样 可见这个指数是有问题 那如果指数真的有这么严重 那西医也没有说出 到底癌子素要多高才会死 他们也没有证据这样说啊 可见啦 从临床的实证来看 癌子素高低 跟生死也是无关的 所以我们就从这几项 做综合的结论 症状跟肿瘤有没有关 无关 肿瘤是一个果 症状也是果 果不生果 这个在我们疾病与衰老都有讲 所以它跟症状无关 那跟生死有没有关 也无关啊 肿瘤有无大小 转移以否跟癌子素高低 通通无关 所以如果大家知道 原来结论就是 癌肿瘤不管什么状况 都不会死人 那你怎么会害怕的 一直要去化疗 然后还要手术 把身体弄得残破不堪呢 所以西医我认为 有一点为言耸听 然后在没有方法的情形下 反而用一些破坏的方法 让患者得这些癌肿瘤 本来就已经不幸的人 更加不幸了 好 我们今天癌肿瘤的直播 就播到这里 我们预告一下下个礼拜 11月3号的课程 继续讲癌肿瘤